此一題問有關於天然纖維的敘述何者正確 選項A跟選項C顯示相反的 動物性纖維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質 而植物性纖維裡面的主要成分是纖維素 所以AC寫的是顛倒的 那麼棉布是屬於植物性纖維 它裡面是纖維素 所以它燃燒的結果它應該像是燒紙一樣 因為紙是由木漿所做的 木漿就是所謂的植物纖維 所以選項株棉布燃燒時的氣味長相狀況 是像燒紙一樣 所以我們答案只剩下選項B 羊毛纖維燃燒的時候有臭味 因為它是蛋白質 它裡面有蛋的成分 燃燒完之後會產生胺 所以它會有一些臭味的狀況出現 所以第四季答案選的是B 羊毛纖維燃燒的時候有臭味